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住在宿舍里面 除了有这种热烈的讨论气氛之外 也有轻松的一面 就是晚上大家一起会吃宵夜 无论是稳住或者在外面 参加完学生会举办活动 或者学年举办活动 回来很晚 做得很晚 例如九点 十点 走到水街宵夜 大家都很享受这些生活 在宵夜的时候无所不谈 而且走那段路挺舒服的 但是一到了考试季节 榮原堂就笼罩着一种紧张的讨书气氛 和平时轻松的气氛有很大分别 大家吃完饭之后 就会一起去饭堂那里读书 考试期近的时候很夸张 那些堂又跳在辉春 要过 要勁过 跌过 跌过 跌过等等 那气氛很舒服的 很有煞气 那些堂又在饭堂读书 读书读书读书 读书读书读书 有些堂又为了舒缓一下 紧张的读书气氛 就会去跑一下石板路 石板路是在校长住宅 对上一条小径 直通去玛丽医院 那时在早上和挨满的时候 都会有堂友在篮球场等一起出发 早上跑或考试期间 我们会跑 大约是 上完堂 差不多最后一堂 下午 五点半到六点 又集合完 跑完回来就刚刚开晚板 运动 除了跑石板路之外 明元堂还有其他的活动 好像炮台山之夜 中国洲 明元堂之夜和告别之夜等等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诗队也是明元堂独特的传统 明元堂的诗队在1978年成立 主要是为社堂和校内的活动表演座庆 我最深刻印象就是 我最深刻印象就是 那些诗队 始终都是自己参与的 就会比较记得 那时就有个师傅 夏德建师傅 他本身 参与 只是教导 Old Horse 整个U 好像只有我们一个诗队 他觉得很自豪 唯一有个所谓缺点 就会比较吵 例如打草 通常都是夜晚 同学放了学诗练习 其后 诗队并没有随着明元堂的结束而消失 因为程介明先生 将这种传统 带入一间新的社堂 离禧神堂 而在1990年 勞家堂也逃不过被清拆的命运 我估计当时 就是因为要建新的楼 但是新的楼的设计 是不是一定要拆明元堂呢 我现在都有疑问 我估计当时的人 没有考虑得很清楚 不过我知道 明元堂整个的面积 是占面积的比例很大 所以那些人觉得一有起来 当然要拆了 所以拆了下面勞家堂 但是很可惜 其实勞家堂是最无损害那一层的 其实明元堂在最后那几年 已经传出了要清拆的消息 而大部分的堂友也都觉得很可惜 都叫几盛世的 那时候的康眉就很热心 但是那时候应该说 我们那时候就传了 就是说会拆 大家都在想 就是说会不会真的拆呢 就是希望不好 但是我们那时候 心中有数 就听说就说 都走不了 就要拆的了 所以其实走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有点高 我们因为 最后一届入来的时候 已经知道是 住在最后一年了 所以感觉就会觉得 比起那些第二 第二、二、三的那些 就没那么强烈 因为他们就 有时言与奸都会觉得 他们是很卷戀奸科 觉得很可惜 那我们就会 也都觉得 是要拆的 这个是事实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接受是事实 最深刻就是觉得 好像没有人理 因为奸科已经最后 变成了 没有人会愿意去装修 修緝 就好像等他去继续 衰老 去死亡 就会觉得 都不知道 很难过 在1990年12月15日 校方将奴家堂封闭 而在1992年6月18日 名媛堂宿舍也正式结束 而二礼堂和媒舍就改为 教学大楼办高室 和研究生宿舍 随着时间的流逝 写堂的清拆 昔日的片段 或者会慢慢的变得梦 但是大家在这里建立的感情 就会成为回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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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